诶 阿渊你干嘛呢 磨往岩浆里面跳 不是啦 这里的钻石块实在是太多了 背包都塞不下了 我看背包里有没有多余的材料可以移动去 这倒是 这地方不仅有钻石块 还有绿宝石块 红石块 金块 铁块什么的 这辈子我都没见过这假石的矿坑 不愧是太难苦力怕留给我们的礼物 主要还是因为你 要是换做别人的话 根本就没能想来这种地方好吧 咳咳 你这就把我夸得很不好意思啊 要是能用我的生命 交换如此之多的财富留给大家 我还是很情愿的 你这决心也太孤单了吧 换我 我肯定做不出这样的选择 哎 好了好了 先别吹了 我们背包都要放不下断食了 把大家喊过来一起挖吧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过这地方安全起诉 喊他们下来肯定是更方便了 走吧 这种东西一定要和大家分享 小月 我回来了 哎呀 阿渊 你们回来了 哎呀 你打我干什么 担心死老娘了 一去就是两个晚上 别担心 这不是回来了吗 这一次啊 我跟阿渊从地底下回来以后 发现了无数宝贝 啊 什么东西 阿渊 你说还是我说 哇 阿渊哥哥把钻石堆到了地上 时不想把你们说 之前苦一怕爆炸的地方 地下全是钻石块 红石块 绿宝石块什么的 钻石块还是钻石块 当然是钻石块了 我和阿渊背包都要塞不下了 就不是上来喊你们一起吗 明天天一亮 我们就一起下去挖宝 好东西要大家分享才对 哎 你这混小老的铁甲就不要了吗 那我先穿上脱脱了 哎哎 别 我那衣服上一股看臭 没事 我等你给我造新的钻石甲 好嘛 等会儿就给你做 阿渊老哥在我这边 他在动牛 动你个头啊 我这不是身上没有食物了吗 钓鱼也太慢了 这些牛牛怎么不理你啊 不知道啊 阿渊你不行啊 看我这里 都已经抓了四五只怪了 哎 怎么抓了那么多牛过来啊 嗯 你们哪个干嘛把牛带家里来啊 哎呀 这不是没地方放了吗 我觉得咱家门口挺合适的 对吧 阿渊 我也觉得 把牛放在其他地方啊 我就感觉很奇怪 还是自家门口舒服 好皱的味道啊 看到没有 心仪都受不了了 好了好了 就放门口菜地这边吧 你们谁有空帮我去做一个栅栏什么的吗 阿渊 做什么栅栏的 放养的牛味道才更鲜美啊 哦 有道理啊 哎 我的天哪 心仪 你怎么还跟牛玩起来了 嘿嘿 突然觉得他们好可爱啊 笑死我了 心仪盼面的好啊 什么 阿渊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的太阳有点不太一样 天空血色一片 恶魔重返人间 这 这是血色之月 你说的 该不会是那个血月吧 看来应该就是那个血月 没跑了 好 我ой参加了 你这就不是一切 谢谢她自从这边 你爱你